三小姐你来啦 好久不见你啦 今天想买件什么 嗯随便看看 这款的话它的一个外观什么都跟这个差不多 但是材质不一样 你可以试一下 嗯我试一下这 半小也干好啊 三姐 嗯 半小也很好 这个怎么卖 这个两千八百八十八 嗯 您的贵宾泽泽后应该是两千块钱左右吧 哦 性价比还蛮高的这款 嗯 行你帮我把这件包上吧 好的 那您其他再看一下 好 你今天可以试一下这个 其实外套的话你买的这款还有这个都很好 那一搭你给你试试看 嗯 怎么样漂亮就很适合你因为你个高又瘦 像您穿这款的话肯定是很好看的 好我去试一下 行 那这边我帮你拿在这边请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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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这个小姐把这件也包上吧 韩一峰 你怎么在这呢 很巧啊 刚好路过 不用了我我就是去店看看 那跟我去喝个咖啡吧 我有点事想问你一下 嗯 好吧 湘小姐慢走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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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成生的甜点吧 细点是我认识 手艺依勒 我不喜欢吃甜食 张小姐身材这么好 还这么克制 佩服 我不像某些人 长得身材一斑斑 却那么喜欢在外面偷吃 张小姐果然伶牙俐齿 确实适合做销售 嗯 之前有一个朋友在那边 我过去看问他 嗯 他们那有人我也认识 现在只招销售 以张小姐的美貌和才华 当销售 可惜了吧 挺好啊我觉得 如果张小姐 在工作上有什么需求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我 天语国际集团 韩总 只是帮家里打点工 这么久了 才发现啊 原来你是一个公子哥啊 韩总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就想问问 孟楠最近好吗 没记错的话 我们家孟楠已经跟你老分手了啦 他的事儿和你还有关系吗 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 今天有人遇见 去问一下 我们是好闺蜜 但是你之前是怎么对我们家孟楠的 你已经忘记了吗 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关于林孟楠的消息 而且我们家孟楠也绝对不会重新和你在一起的 韩总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对了 谢谢你的咖啡 好啊 那就不打扰了 我去联系 老板我们调查他余真心名下账户里的资产已经达到富豪级别 哦 一个小小的咖啡馆服务商 余真心什么身份 给我继续查 敢跟我抢女人 大伙子 不 först 我看来 拜照 你 我以为你 跟